对于一个面对国产古装剧始终有迷之自信的我来说 自然不会放弃近日颇有热度的锦绣未央 一开始看到宣传片《花海里维》是个像魔像样的证据 结果临到了才发现玛丽苏杰克苏门苏列天际 尽管对此我有所不满 但是这部偶像剧还是极大地满足了十九的少女心 这一点就不再深入评论 看完之后翻了翻网上的评论 发现大家对主角的塑造并不满意 据说这个女主不简单 有着世上最高能女主之称 因为在原著小说里女主众生复仇 黑化后法力无边 逗人逗天斗地 看得吃瓜群众们是大声叫好 然而到了电视剧里 女主的所作所为简直就是不忍直视 屡次被人陷害 屡次落入圈套 屡次被捷克苏男主拯救 于是大货们纷纷都说 半年女主的唐烟没能跳出自己的戏路 又一次是掩人看人眼的傻白甜 讲到这里 我忍不住谈一谈对于网上那些众生小说的看法 恕我直言 对于一个就在柜圈摸爬滚打的老司机 我几乎掌握了所有众生必备套路 远的不说 前几年流行的套路是女主住渣男登上皇位 才发现渣男真爱另有其人次人 往往是女主的姐妹亲属 之后叫兔死 走狗喷 女主被囚禁冷宫 最后往往落得各一身两命 或是母子巨王的下场 不仅如此 此时总要顺带描写渣男真爱 听着身孕前来折磨女主 渣男在一旁是而不见的场景 最后女主杜鹃提血 临死前恶狠狠诅咒 我下辈子必让你身败名裂 不得好死云云 众生后的女主往往气情绝爱 所作所为也是恶意满满 直到最后成功复仇 奥利云端 在我看来 这样众生后的女主 就是一个标准的 不折不扣的是恶不舍的大坏蛋 这就是打着坏人前生负我 今是我来所命的三观尽悔的故事 虽然我们说以德抱怨 何以报得我并不赞成任人宰割 可是如此这般一上来就是手段 阴狠的陷害打击与前世的那些恶人 何以好好重来一世 竟活成了自己曾经最厌恶的样子 对于一些我就是要做恶人的歪理 我是便不赢的 但是最怕就是如此打击暴富 还要标榜自己替天行道 还能赢得众人的围观喝彩 当一群人都把自己当作世界警察 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就是政治无比的时候 请问谁能保证你就是那唯一的主角 回头来看电视剧 总有人替李卫阳感到憋屈 自己的丫鬟被人置住就如同被覆住了手脚 任人宰割 你看看人家里长乐 看看人家里长如 什么都可以放弃才不会有这般窝囊的场面 那我要问了 如果李卫阳真的这般豪迈 男主拓八郡还会对他一往情深吗 只怕午夜梦回都在暗自揣测 自己是不是哪天也被他放弃了吧 话说回来 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在渴望像坏人那样大杀四方 无所畏惧呢 俗话说人质见则无敌 这点很有道理 而实际的情况是 我们一边在口头上唾骂这样的奸诈笑人 一边又在暗搓搓地羡慕四处攫取利益 以利己的他们 我们受到的教育 接受的道德准则不允许我们向人看齐 然而我们都是动物 天性都是利己 看到有人敢这般自义妄位 心生向往也是人之常情 怕就怕有人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由这性自胡来 以为自己舒心畅快 就将其他的东西置之不理 将胡作非为当作特立独行 以为报尽天下大仇 就是人生英雄 理当被歌颂膜拜 然而自由是有限度的 君子报仇 也要行之有道 胡乱报复就是扰乱秩序 就像剧中李未央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既打压了李长乐 又没让李萧然中毒受伤 世上本有两全策 奈何偏向虎山行 还有一点 我想众生文之所以大部分都在古代 一是因为建国后不许成经 二是因为被报复者往往处在古代权力中心 这样将上位者弄下台去 既展现了女主强大的能力 又让人有一种先翻上位者 冲破权力制度的枷锁的快感 被现实压抑的心情 在众生文力被扰乱的秩序里得到安慰 于是我们看到文中女主的手段越狠毒 就会赢得越多较好 若是稍微表现出一点欠握 就会被扣上白莲花 懦弱不堪这样的大帽子 于是众生文一路狂飙 一路见邹遍风 在一个把狠毒的报复看作主角的 狂欢的大众眼光下 出现了电视剧里 不过是在基于李卫央是个好人的基础上 安排剧情而遭到了众多网友的唾弃的情况 我实在是替剧组不值 正是因为心中友善 不愿意成为恶人的样子 才有所畏惧 有所不畏 这点不是欠握 而是出于对规则 对法治 对本心的敬畏 君子有所畏 有所不畏 才是有仇报仇 有怨抱怨的正确姿态 若是无所畏惧 与那这见之人和书 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锦绣卫央做得不错 如果李卫央为了复仇不顾一切 变得冷血冷情 那才是最掉价的做法 这样的人不会爱 也不值得任何人去爱 君子坦荡荡 小人长期期 就算不能大杀四方又怎样 那些人小人寻尽 就算有一日真的复仇成功 还能寻得回原来的初心吗 还是那句话 好不容易重活一世 不要变成自己最厌恶的样子 据钟李卫央的做法 其实正是他善心未明 没有被仇恨冲昏头脑的表现 有些人不过是不喜欢这样的自我约束罢了 退一步讲 若是他与李长乐 李长如一般作为 那还有什么看头 在充满那异异的世界里 不如早点洗洗睡吧 救助 救助 救到救叫 救助 救 Immediately 救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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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